大家好,从香山公园西南部上山,顺着香山寺旁边的路上行,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双清别墅四个字的石碑,路的左边还有个院子,这个院子是之前中共中央警卫处所在地,院子中还停放着一辆二战知名的美式吉普车,我们从双清别墅这个石碑往前走,就是双清别墅的入口。 双清别墅原是清代皇家远离禁遇而终松屋山庄的旧址,禁遇而二十八景之一,后来被英法联军还有八国联军焚毁,最后就废弃了。 民国时,总理雄锡林在香山串办香山慈祝院,并在此修建了一座别墅,称双清别墅。 1949年3月25号,中共中央军委从西北坡搬到了香山,毛泽东同志住进了双清别墅,在这儿住了大概五个月。 右侧我们看到这个白房子,就是毛泽东同志办公居住的地方。 进入房子,我们先看到的是卧室,衣架上是中山庄,然后是客厅。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和张拉、李继生、沈君如、何湘宁等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。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办公室,办公室最里面的那个房间是小饭厅,整个屋子都不大。 从白房子出来以后,您右拐,上面这个房子是家属住的房子,现在是陈列馆。 馆内展示着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,再往上去可能是乾隆的山庄,现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。 我们从侧门出这个双清别墅继续往前走,路的两侧就是香山寺的天王殿和接引佛殿的背面。 一直走到头就是来到了莱青轩。 这里清代属于香山寺,乾隆曾多次游览死地,重提了莱青轩的匾额。 民国时曾坐过旅馆,慈悠院的学生宿舍。 1949年3月,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比什四个书记曾在这里居住办公。 我们进去以后只能顺着引导参观,先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居住地。 然后是秘书们的办公居住地。 走到前面呢,这块呢,是朱德和任比什同志的办公居住地。 最后呢,我们会来到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居住地。 周恩来呢,比其他三位书记啊,多两间房。 一间呢,是邓领超的办公室,一间呢,是工作人员的住房。 那下期视频呢,我再给您说说香山公园的香山寺。